整排队伍都在等着点单选口味 南门市场老字号高饼铺 靠松糕和酥饼起家 飘香超过70年 木桶倒扣大力一敲 倒出一块热腾腾松糕 这道传统江浙甜点 蒋家人都爱吃 特别是蒋宋美林偏爱红豆口味 外层蓬莱米粉包进豆沙馅 用水气蒸三到四分钟 口感松软 很好吃啊 我每年都会来买 人站夫人每年都会来排队 过年的时候 对 很好吃 很多数不清的明星 另一家熟食料理摊招牌 心太软外面少见 这是上海餐馆饭后甜点 挑选皮薄 紫幼小颗的红枣 手工去紫厚 香入白色Q彈麻糬 外形小巧精致 也是蒋宋美林 面念不忘的家乡功夫菜 有卖这种的不多啊 所以它里面软软的 外面那个 那个枣汁很好吃 蒋宋美林夫人在 他很喜欢吃江浙的上海点心 那因为这是属于江浙上海点心 他都很喜欢吃 像松糕啊这类的 绵密芋头 加上有桂花香气的甜点 塞入糯米 切片熬煮八小时的冰糖莲藕 老主顾大力推荐 还有名人加持 南门市场营业最后一天 五藻味甜点人气爆棚 三连新闻李文珊 在家宣台北报导 小子 小子 小子